现在并不是出国打球最好时机。 远在土耳其的朱婷早已经无法统治中国的排球头版投票,单场45分,赛季总得分高达804的李盈莹出进风投。 面对这样的一个排檀明日之星,在李盈莹身上,聚焦了世界各地的目光。 之前排超决赛刚刚落幕,吐超豪门费内巴切就表示一直这个18岁的超级得分手,其实又何止是土耳其人,美国人,意大利人也早就把目光转移到这里。 一旦能签下这么一个小姑娘,稳赚不赔,以现在的价钱去签钱力无穷的她,这买卖不会吃亏,就好像在十年前买匪上广深的房子一样,住了十年再转手也赚大。 出不出去,最终还是看李盈莹本人的意象。 人生得意虚尽欢,可是,小姑娘一定要看清现实,她跟朱婷目前还不是一个级别。 在纷纷扰扰扰的排盘,想看清自我并不容易。 一时的成功,被鲜花和掌声环绕,可这些都是虚的。 这么多年来,被捧杀的运动员并不少,物理看花是很难定位自己,很多时候要参考前辈的经验。 朱婷肯定不会建议她出去,因为她还没在国家队层面证明自己。 朱婷之所以能在海外大获成功,是因为她在奥运赛场都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 对于李莹莹来说,在排抄证明自己还远远不够,下一步是在国家队层面证明自己,一旦实力摆在那儿,出去就具备了前提条件。 现在出去肯定卖不了一个好价钱,兴高惨烈地走,极有可能是灰溜溜地回来。 江山带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,在激烈的竞技场领风骚数百年是痴人说梦,能有几年风光,已经是神异般的存在。 但对于李莹莹莹来说,避免昂花一现,争取立足国家队,在下赛季继续独领风骚才是当务之急。 真的想刘洋也不在乎那一时半会,18岁而已,以后还大把时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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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